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本座举行的Mac产品未来发展沟通会上暗示 全新的高配Retina MacBook Pro可能会取消Touchbar 另外他们打算支持使用iPad Pro直接作为MVP触控输入设备 也就是说iPad可以取代键盘化板鼠标都能外设了 是不是觉得非常炫酷呢 苹果一直在计划把MacOS和iOS融合得更加紧密 iPad Pro作为触控输入设备或许就是他们更进一步的尝试 此外外媒也放出了关于苹果显示屏的消息 据传苹果计划推出一款为Mac Pro而生的8K Pro分辨率显示屏 预计明年发布价格方面将会高于5000美元 将近4万元的显示屏 小伙伴们要不要卖个顺玩一把呢 好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与我们联业互动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ager 与我们进行嘴对嘴的交流 OK 我就抱抱不干别的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